燃起中国这把火的 是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开头 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作结 停在中共政权而立句句刺耳 国不其然中国不久后便展开环台军演 模拟封锁台湾 直至今日 国军人不断在台湾周围 正会共激共建徘徊 中国对台的惩罚性军演 想引起恫吓台湾政权的作用 同时也在用余光试探邻国与大国反应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对台友好的日本陆续在冲绳线架起防空飞弹 陆上自卫队也在金刚线举行年度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 而老大哥美国除了宣布扩大环太平洋演习 也在不远的菲律宾执行陆战队军演 距离台湾只有约160公里 从临近中国的岛燕地区为爆发真正战斗 做俗准备 美国国会先前通过援助法案 规划大笔经费支援台湾军事行动 在520赖清德就职后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 也率领跨党派议员来台 重申台湾关系法的对台保证 为什么台湾重要 是人民 是民主 是自由 是自由 是在科技和技术 是在科技和技术 美国为什么会力挺台湾 因为台湾掌握全球第一的 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 台湾生产的先进晶片 在全球有46%的市占率 线下科技大厂 趋之若鹜的生成式AI 更加深对台积电的依赖 倘若台湾战鼓声响 全球恐怕都会受创 无法无法无法 运达米国和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职业会很难 服务录业和他社 通过经济研究预估 未来五年内爆发台海冲突的几率 有25% 中国只要在台湾四周部署 封锁台湾 全球半导体业的供应 就会陷入危机 将冲击高达5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假如中国入侵台湾 台积电就会被迫按下 这颗足以影响全世界的按钮 关闭机台 届时台湾有事 全球有事 因此台海和平无战事 是台湾也是他国坚定不移的共识 野湾得分析 此Tube 4等间4 tête 4 8